大家好,早晨的9点50分啊,2021年的3月11号周四 去,这狗又来了,给大家看一个视频 我们的同学今天很高兴和你坐在一起 我们这都和新台的新年底的同学 我们大家喜欢,你给大家说两句好不好 说了,新年90年同学,年轻,保持年轻漂亮 不,很快,很快 我可能实在是要接口 好,好,好,好 好,好,好,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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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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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好,好 好,好 这个 池上斌可能是喝大酒喝死的 这有一段文字说国足的啊 国家足球队啊 中国国家足球队 反正成绩也不行啊 这么多年乏善可陈啊 也就唯一的一次到了日本的世界杯吧 日韩世界杯 一个球没进 就回来了啊 灰溜溜的打道回府了 当然中国有体制的问题啊 制约了科技经济体育文化教育是吧 方方面面都被体制所累啊 所牵绊所局限啊 那么国足的指导啊 池上斌五号出席酒局 三月五号啊 酒局 刚才我不知道没听太明白 那是他的同学吗 还是别的某一个班级某一个学校 大连的 然后特邀他来的 还是说谁跟他认识 有面给他请来了啊 出席这个酒局 因为高兴喝酒过多 可能是他的同学吧 要别人的同学 他不至于这么高兴 反正也是你是名人呗 有人捧你几句 你就多喝呗 回到家里半夜眼前没人 没人 他老婆呢 没有老婆吗 跟他老婆分居了 还是离婚了 还是怎么回事 还是不住在同一个房间里啊 大面积的冠状动脉缺血 造成心肌梗塞 也七十来岁了 这白酒就不能沾了啊 到中午他儿子回家 才发现已经凉凉的了 早就死了 医生说 他的心梗面积太大 时间太长 当时120道场也没有救 就是人就早就走了啊 这个过去了 这个道场到现场也没有 没有抢救的意义了 和必要啊 所以说喝酒有风险 入局需谨慎啊 现在很多是吧 这个喝酒你喝死了 好像一块出席酒局的人 还得给他赔钱呢 但是我估计持上宾的家里人 不至于这么下座吧 这么的是吧 喝酒确实有问题 大概在1992年夏天 我跟那个西城区 府城门外 北营房的 北京市粮食工业公司的 几个人喝酒 这个可能喝的是假酒 结果我到医院抢救了 北京市粮食工业公司啊 他们是我的客户 实际上是我求他们办事 但是呢 我们都是粮食系统的 人家看在粮食局局长 一再的要扶持我们这个 火鸟斯拉油油厂 而且我还去了好几次 就拜访他们 他们说你都是第几次来了 好像还记得 第三回第四次还是第五次 他们说你这个诚心诚意的 得了别走了 今儿我们请你喝酒吧 结果就那天 没喝多少酒 那酒可能有问题 可能是假酒 就到他们马路对面 马路南 那个有一个北京市的几个 外贸公司都在那的 一栋大楼的一层 那的一个酒楼 一个餐厅吧 喝的酒 那个大楼里边好几个我的客户 北京市首饰进出口 那管事的贾坤 是这个侯宝林的徒弟 二胖文工团的贾吉光的儿子 另外一个儿子贾伦 不是说像什么 还有那个北京市服装进出口 那工会主席马大姐 还有这个出口基地公司 这几个都是我客户 就在那喝的 结果我就上医院抢救了 这眼睛都红了 就是眼底就叫什么 冲雪还是什么 就是红了好长时间 跟兔子似的 再严重点可能就瞎了 当时我都昏迷了 抢救了 后来白酒我是第一酒不沾了 就这么多年 就前年吧 到巴塞罗那一个朋友家 也是北京人 那个到他们家 他给我倒了一杯 非让我喝 就喝了那么一杯 大概三十年了 喝那么一杯酒 平常我低酒不沾 白酒 啤酒 一杯的量 是吧 我平常都不喝 一两年一两年的不喝酒 赶上事了 朋友什么的 实在抹不开了 红酒能喝点 啤酒也就是一杯 最多一瓶 几乎不喝酒 是吧 像我们街坊喝大酒 死了多少人了 黑子死了 我大姐的同学 小弟子死了 这个就我们东边那楼上的 是吧 那个谁 大裙子 我们街坊 姓刘 他还是插队 原来后来回北京 还是我爸给安排的 他也死了 就是喝酒喝的 到最后就肝癌了嘛 还有那个唐尔的 我们那街坊的唐尔的王家 也死了 他们家可能兄弟 两三个都是喝酒喝死的 还有那个谁 还有我爸 给安排那个长府舅的弟弟 叫老福子叫什么呀 也安排到我爸他们单位 他也喝酒喝死了 喝大酒 还有我们街坊 也是我们老乡 河北白洋店的老乡 老贾 老贾原来开了一个自动化仪标厂 原来他在八门 我在七门 但是我的房子一层 我那在八门 后来我妈跟他商量 我们两家换了 这老贾算帮我一忙 是吧 这我搬货呀 看着 看着我的伙计 怕他们偷啊 他们也偷我东西 是吧 我都在同一个单元嘛 我在我们家住一层 然后地下室我租的 哎 那老贾也给帮忙了 老贾的蛋挑 啊 就是老贾的老婆 和那个人的老婆 是亲戚俩 那蛋挑也住我们楼上 一大个 一米八多 特老实 这个东北吧 黑龙江大庆 欠老贾这个自动化仪标厂的钱 他让他蛋挑去要债去了 当地东北嘛 喝大酒 他呢 他这个蛋挑呢 有心脏病 先天性心脏病 但是现在中国不就这样吗 风气不好 哎 你想想不想要钱 想不想拿着钱回去 他也带着任务去 他说想想你就得喝 结果给喝死了 喝死之后 后来老贾他们去处理了 处理之后呢 这个他那蛋挑的媳妇 也是老贾的大姨子 或者小姨子 啊 就说 说这个 我们没什么要求 就要求这个尸首 这个死尸啊 这个台湾叫大体 遗体 得拉回北京来火化 哎 就这要求给老贾给难住了 为什么呢 没人拉 谁拉呀 对吧 你殡仪馆的车 你要从黑龙江 大庆拉到北京来 得给人多少钱啊 好几万 后来老贾也聪明 那哈尔滨那会儿 不是有那个 哈菲 松花江面包吗 啊 是不是有天津大发 有什么这个广西 还是江系的 广西的吧 柳州武陵 这叫什么 昌和 是吧 谁能给补充补充 是吧 然后黑龙江 那个叫松花江 是吧 哈菲嘛 原来坐飞机的 后来这军品 不行了 就做这个民品 这个松花江的面包 哎 圆圆乎乎的 是吧 天津大发是平的 啊 直接切下来的 就买了一辆那个车 把他那个 蛋挑的尸首就放在车后边了 给拉回来 那一车也四五万吧 拉回来之后那车 也给了他蛋挑他媳妇他们家了 然后可能额外老贾又赔了一笔钱 所以这个东北的喝大酒 这风气 我是知道的 到那个 我去盘锦拉大米 他们也给我接风啊 也是挣个钱吧 请我客 啊 我没怎么喝 我看他们之间那些人喝酒 而且喝了酒 还开车呢 是吧 那大米加工厂的老板 还在那镇里边弄了一个老婆 老婆之外 又弄了一情人 他们家住那楼是一个小三层楼 不高在一镇上 他们家住三层 就安排我住他们家 别的拉大米的就不让住他们家 只有我 特殊待遇 对我好 一说北京来的 管我们这些人叫米克 拉大米的客户 米克 我住他们家 他爸 他老爷子 伺候着给我做饭 别人不行 然后就那个三层楼的一层 临街那一侧 他们下楼没有电梯 是走后边 南边 靠北边挨着大街的一侧 有一个 有一个理发馆 理发馆那女的 都有老公了 长得挺漂亮 让他给勾的了 你说他胆多大 他自己家住三层 一层的开理发馆的女的 让他给勾的了 就那次 我从北京过来半夜嘛 因为盘锦他不是一个大战 半夜到那之后 他接我 结果好家伙 那女的也在车上 还喝了点酒 然后还有那女的妹妹 我就是说这个东北 这个风气 当然也不限于东北 就是说可能我跟东北人接触多 就是说你姐姐有老公 然后又跟这人勾搭在一块 完了那个 他妹妹 我看也又跟这男的 他们也叽叽嘎嘎嘎的 嘻嘻哈哈的 哎呀 也是打情骂俏的 也连说带贫带逗的 所以你说这东北的二人传呀 他也体现了这个地域文化 是吧 这个东北呢 他作为一个移民社会 不像关内 一个村一个屯 一个庄 他是几百年 他在一块 那到东北 他是移民社会 是吧 相对来说 更是陌生人社会 所以这个男女关系 可能更放得开吧 怎么又扯到男女关上来了 俗 俗不可耐 是吧 三俗 退订 不订你的节目了 是吧 不看 恶心